根据Adobe Analytics的数据 这个网络星期一 美国消费者在线消费107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.4% 这一数据标志着Adobe首次追踪到的主要购物日支出放缓 Adobe关于电子商务的报告始于2012年 该机构分析了超过1万亿次对零售商网站的访问 上个网络星期一 由于新冠疫情越来越多的人呆在家里 避免在实体店购物 网上销售额达到108亿元 创下了最高纪录 今年网络星期一的情况与感恩节和黑五类似 消费者似乎在更多的日子里消费 而不是挤在网络周购物 其中一些行为受到了零售商的鼓励 包括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 他们自10月以来一直在推出类似黑五的折扣 Adobe称 零售商在黑五当天在线销售额为89亿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创纪录的90亿元 感恩节当天 消费者网上消费支出为51亿元 与去年同期持平 与疫情爆发之前相比 今年主要购物日到实体店消费的人数也有所减少 因为零售商缺乏吸引人大排长队的有利折扣 根据独立数据 黑五店内购物者流量同比增长47.5% 但是仍将2019年下降28.3% 包括沃尔玛和Target在内的许多零售商 今年感恩节当天都选择了关门 资料人互相当不服 杀福音 最大是机制度的 最好!